星期四 紐約市官員提議 對進入曼哈頓中央商務區的司機 徵收15元的通行費 根據該提議 日頭進入曼哈頓的60th Street 以南的普通司機將被收取15元的電子費用 而小型卡車的費用為24元 大型卡車的費用為36元 如該計劃得以實施 紐約市預計每年通行費收入 將達到約10億元 將被用於升級該市的公共交通系統 幫助改善空氣質量和擁倒問題 紐約市亦有望成為 全國第一個實施通行費計劃的城市 紐約州交通運輸審查委員會建議 應該向晚上9點至凌晨5點之間 出行曼哈頓CBD 以及頻繁通行於該區域的低收入試機提供折扣 而對市政垃圾車等政府車輛 實行免通行費政策 出租車司機將應該向進入擁渡區的乘客 收取1.25元的附加費 而使用應用程序打車的乘客 將被收取2.5元的附加費 折下來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將考慮各方意見於2024年2月 舉行一系列公開聽證會後 對該計劃進行投票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